题目中仿造这个词用的不怎么恰当,B2轰炸机从来没有出售给国外,其性能和参数本身也作为最高机密,唯一能看到的就是照片,只靠照片和有限的技术资料去仿制,最多只能给你提供一个方向,根本算不上仿制。 法国来说要是光靠几张照片,就能仿制那B2,还真没什么技术含量,B2为什么不被别的国家成功仿制?主要就是需求、技术、资金三大原因。 先说下最关键的需求问题,B2轰炸机研制的背景就是能携带和武器突破苏联的防控网司机摧毁苏联核导弹发射装置,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空机和力量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随着海津和陆基中极核导弹的技术进步和投射技术不断增强,风险较高的空机和力量这逐步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况且在这个世界上,需要这种大的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并不多,三位一体核打击和全球打击能力,除了中美和三个国家之外,包括连英国和法国都不需要这么大的战略需求和战略威慑能力。 剩下的小国家就更不用说了,背后有人照着就可以了。 第二个原演技术问题,隐形空架机本身是一个技术体系,并不是单一的技术突破就能实现,比如,气动外形,隐身方案,发动机,航电系统,制造工艺,材料等等问题。 随便挑出一个来到各小国家研究,上个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单单一个隐身就包括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光学隐身等等方面。 从外形设计,吸波涂量,进气刀形状,排气口形状,排气口涂层等等。 再就是航电系统,像控制雷达,导航都是随随便便就能解决的。 第三个就是资金,高性能和先进技术不可避免的带来研发,采购和维护费用非常高。 B2是飞行的黄金,这个段子大家都知道,从价格上讲一下B2采购费用24亿美金。 其维护过程所使用的清洗剂和工具都是特殊的,如果涉及到表面涂层的保养,那么维护花费更高。 当然有人会说,20多亿一架,虽然贵,但是,我不会只买两三架够用就行。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24亿美金是平抬了研发费用。 如果你只买两三架,那么研发费用,会平抬在这两三架上,算下来可能就是40到50亿美金一架。 你觉得还有多少国家能承受这个价格? 就连财大气粗的美国也将采购数量,从132架消减为21架。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